生逢乱世,家破国威 1944年,云南松山数千名儿童 扛枪上战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谱写出壮烈的护国画卷 一位九岁娃娃兵被俘虏 说了一句话,却让日军军官胆寒 更成为其终生的噩梦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 更是用少年英烈这样的词 来高度赞扬这群娃娃兵 那么194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会让娃娃们走上战场 他们究竟创造了怎样的功绩 本期视频就来了解一下 抗战时期的辛酸往事 打鬼子的娃娃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疲于东西两线开战 决定切断滇缅公路 断绝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 在抗战时期 滇缅公路就是中国接收外国援助最佳通道 一旦通道被堵 我国抗日将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为了破灭日本野心 也为了支援同盟国 民国政府集结数十万精锐兵力开赴缅甸 与日寇展开生死决战 但第一次的入冕作战 由于种种原因失败 远征军只能退回我国境内 和日寇隔着怒江对峙 而远征军想要打回去 就必须攻克松山 但对于远征军来说 松山绝对是一个一手南攻的天然碉堡 松山前面是怒江创造的天然深谷 背后靠着更高的山脉 左右两边都是山 同时守着滇缅公路的要道 换句话说 远征军如果可以占领松江 那我方就可以占据怒江战场的主动权 就可以达成尽可攻退可守的战略目的 但松江的重要性 我方晓得日寇同样晓得 这也就注定 松江必然会成为恶战的交汇点 而守在松山的日寇 是日军第56师团的113连队 这支被称为战争之花的部队 在开战前更是放言道 中国军队想要打下松山 那就必须留下十万尸骨 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但从缅甸溃败的远征军们 却遇到了大难题 由于国内战场陷入胶着 不管是后勤运输 还是兵员补充 都无法满足远征军的需求 所以远征军只能转变方向 决心在云南当地招兵 但这场抗战 中国已经打了整整七年 能上战场的轻壮年 已经悉数上了战场 所以招兵的条件 只能一降再降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因为战争 家破人亡的少年儿童们 选择了响应号召入 当兵打鬼子 在这些加入远征军的儿童中 最大的年仅15岁 而最小的年仅9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 站起来甚至都不如一杆枪高 但为了保家卫国 为了打鬼子 他们走上了战场 一位美国的随军记者 看到这些娃娃兵的时候 震惊地问中国的指挥官 这些孩子不是你们的未来吗 为什么要让他们上战场 指挥官听完这个问题 沉默两久后回答 仗已经打到了这个份上 如果他们不上战场 那这个国家也将没有未来了 相关数据显示 在那次的征兵当中 有将近7000名瓦瓦兵 走上了战场 而得到兵员补充的远征军们 此时也拉起了一支 两万多人的部队 准备在嵩山攻打日本侵略者 1944年6月4日 嵩山战役正式打响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率先发起攻击的 竟然是本该防守的日扣 连着两天 守在嵩山外围的远征军 71军新28师82团 均发现了日扣偷袭的迹象 但并没有引起指挥部的重视 结果就是 战士打了才刚刚两天 我方就付出了 伤亡1600多人的代价 更糟糕的是 在出战不利的情况下 远征军的另一个大麻烦也来了 6月中旬一到 嵩山雨季来临 山洪爆发 直接切断了谷给运输线 在后勤得不到保障 日日阴雨绵绵 且战事不顺的情况下 人数本来占优的远征军内部 开始出现焦躁不安 军心动摇的现象 为了改变远征军士气 魏力皇 宋西连等指挥官 改变作战思路 安排71军军长中斌 率主力部队 前往嵩山督战 6月下旬 战斗再次打响 71军多次以步炮协同作战 虽然对日扣造成了打击 但并没有歼灭其有生力量 同时 自己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 战斗过程中 一位年仅9岁的娃娃兵 不幸沦为了日扣的俘虏 凶残的小鬼子 看着眼前的小孩子 恶从心来 带着他看了一圈刑剧 然后凶狠地问他 想要怎么死 小战士没有半点害怕 昂起自己的头颅骄傲地说 我已经死了 来生还要打小鬼子 小战士的话 让日本兵背后涌起一阵冷汗 一个小娃就这么有血性 更不用说整个民族了 日本真的能完成 自己侵华的目标吗 但冷汗出尽后 这些日本兵 还是残忍地杀害了 这名小战士 在整场嵩山战役中 像这名小战士一样 以身殉国的少年英雄 不在少数 95天后 嵩山战役终于结束 远征军开始清点人数 清理战场 这一数后 所有人都沉默了 在这场历时三个多月的战斗中 儿童团损失了近千人 他们的尸骨散乱地 分布在嵩山的战斗阵地上 每一个年幼的身躯 都展现出不屈的灵魂 都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护卫山河 战前 一位美国记者 曾采访一位年幼的小战士 问如果胜利了 他准备做什么 小战士沉默之后 静静回复道 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吧 事实证明 小战士这句话绝非虚言 嵩山战役打响前 远征军有两万兵力 而日扣一个连队人数 大概在1500人左右 可战斗过程中 远征军和日扣的伤亡率 高达6比1 损失极其惨重 尽管最后 远征军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还打破了滇西总体战役的僵局 并掀开了远征军反攻的序幕 但如果单论本场战役 远征军只能算得上是险胜 此战过后 毛主席谈起这些儿童团的战事时 开始用少年英烈来称呼 而他们的功绩 后世中国人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2013年9月3日 我国在嵩山战役遗址的山脚下 修建了中国远征军的雕塑群 在雕塑群中 有远征军成年战士群像 有女战士群像 还有娃娃兵群像 在这批群像雕塑中 数这些娃娃兵最特殊 他们的个头最小 但神态却一样坚毅 在出征时 脸上甚至带着淡淡的微笑 在雕塑群的周围 写满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如今 他们就矗立在嵩山脚下 攻后世瞻仰 值得了解的是 嵩山战役的七千儿童兵 并非抗日战场的孤立 在日后全面侵华的八年时间里 整个中国大地上选择背起家国仇恨的儿童 多不胜数 1942年5月10日 由于守军弃城而逃 导致200多名日本兵 没有开一枪一炮 就轻松夺取了云南的腾冲县城 在腾冲没有沦陷前 腾冲的百姓日子还算过得去 由于做玉石生意的人多 还有不少有钱人 但这一切 在日本兵侵占腾冲后 筒筒消失不见 日本兵没有钱没有吃的喝的 就在腾冲实行三光政策 到处搜刮 在汉奸的带领下 日本兵开始沿着各个寨子进行搜刮 不管是猪还是击筒筒都一枪打翻 然后带走 遇上抵抗的 日本兵就会直接开枪或者动刀 逼老百姓交钱交粮 除了搜刮财务粮食外 日本兵还在腾冲大肆 寻找远征军的身影 在腾冲的和平乡 日本兵发现一位名叫刘申雷的老百姓 额头上有印记 就怀疑他是军人 而那印记是戴军帽留下来的 但其实 那位老百姓额头上的印记 是小时候放猪戴草帽留下来的 可日军不管这些 抓住刘申雷就掉了起来 各种严刑拷打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他们就用刺刀将人刺死了 杀完人的日本兵 半点没有负罪感 嘻嘻哈哈的就走了 完全不管身后的刘申雷 刘申雷的去世 给他的家人带来的极大的痛苦 更让他的外甥周光勇 产生了扛枪打鬼子的想法 没多久 日本兵又开始在乡里抓女人 想让他们当未安妇 而周光勇的姑姑也被抓走了 在日本兵的逼迫下 周光勇一家的生活 也越来越艰难 只能不断逃难 逃难的途中 周光勇也获得了打鬼子的机会 那一年14岁的周光勇 在逃跑的途中 遇上了远征军 远征军到腾冲 就是为了打鬼子的 但由于腾冲城已经彻底沦陷 城内情况复杂 所以没有轻易动手 碰到周光勇的时候 远征军就顺嘴问了 问他城里的情况 一心要打鬼子的用光勇 直接就说 自己是本地人 知道所有地形 也知道日本人的司令部 蔓延的在哪里 我带你们去城里 就这样 周光勇参了军 成了远征军 便衣队的一员 之后 周光勇就开始 借助自己小孩子的身份 进城搞侦察 14岁的少年 在那样的乱世之中 已经深谙处世之道 暗地里 他的身份 是远征军的便衣侦察员 但表面上 他就是日军占领区的卑微少年 每次见到日本兵 他都会反应 迅速地向日本兵敬礼 然后说一句太军 你好 有一次 日本人在城外休战壕 班长就派周光勇前去侦察 周光勇化妆成哑巴放牛娃 拉着一头老牛 就缓缓走过去了 但还没有走多久 就听到有日本兵 在冲着自己 鸡里呱啦地说什么 周光勇赶忙 做出敬礼的手势 刚做完 日本兵就把他的牛按倒了 然后用刺刀捅死 把牛肉分了 当着周光勇的面 做出这些事的日本人 还一脸洋洋得意 临走时 还逼着周光勇向其敬礼 周光勇心里默默恨着 但表面上还是照实做了 因为他清楚 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在周光勇的侦察下 远征军获悉了 腾冲城内的很多信息 比如说 在腾冲的日本兵的司令部 其实就在之前的英国领事馆里 周围全部都是大石头 被捂得严严实实的 枪打不进去 炮也不好攻 而鬼子的宪兵队就在文庙附近 鬼子也常常就在那个地方 对抓不到的可疑人员展开审讯 在周光勇的印象中 鬼子审讯人员的把戏数不胜数 各个残忍至极 他们创造了鸭子腐水 食指抽薪等多种刑法 常常将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 很多被抓的人 都是在极度的痛苦中去世的 而周光勇最厉害的一次侦察 就是1944年的腾冲光复战役 那一年盟军也加入了云南边境的对日作战中 并派出了战机支援地面的远征军 而盟军之所以可以准确无误的击中日寇 在腾冲城内的重要布置 都是因为在开战前 周光勇等人小鬼大的侦察兵 以及连续几次潜入日寇的重要地点 安置了一些可以反光的东西 有了反光的东西做辅助 盟军的飞机那是一扎一个准 给地面上的工程部队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 大部队打开缺口后 周光勇跟着自己的班长准备发起冲锋 结果鬼子藏在战壕里 将周光勇的班长打得浑身是血 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 就这样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班长的牺牲在周光勇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将班长身上的手雷全部摘了下来 抱在自己的怀里 然后迂回攀爬 一股脑地扔进了敌人的暗宝当中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周光勇依旧严守班长的命令 在拉开引线三秒后 才将手雷扔了出去 手雷一进鬼子暗宝 鬼子就发出了嚎叫 紧接着爆炸声响起 但由于鬼子暗宝太过坚实 最后只是飘出了一股黑烟 还有鬼子活着要打枪 周光勇继续扔手雷 三番五次之下 才把鬼子的暗宝炸翻 等周光勇和部队解决掉城外的日扣暗宝后 大伙就一股脑地冲进了藤冲城 刚一进城 他们就被眼前的惨状震慑住了 城内到处都是废墟 到处都是残骸 可以看得出 日扣在最后一刻极度疯狂 他们大肆杀害平民百姓 一点活路都不给留 几乎是刀刀致命 在抗日的娃娃兵当中 周光勇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他因为家人被杀 家产被战 走上了抗日打鬼子的道路 在收复腾冲的战斗中 周光勇也几度受伤 被炮弹直接炸晕了过去 清醒过后 他只感觉到自己身上疼 可具体是哪里疼 他也说不清 更没有看到伤口 腾冲光复战役结束后 周光勇就跟着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当随从 并在抗战胜利后返回家乡 过着平静的生活 多年后 有记者采访周光勇 询问他那会14岁就上战场不怕死吗 周光勇却回答道 那个时候 像我一样走上战场的人 有多少个 他们都能死 我难道不能死吗 谁敢想象 这样的一番话 是一个14岁少年的心里话 但这却是那个年代里 很多少年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明明是需要被人保护的年纪 却偏偏看到了 国破家王的悲壮场面 又亲眼见到了 日寇残害亲人的丑恶嘴脸 从那一刻起 他们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少年 反而被迫成长 担起了保家卫国的担子 在抗日战场上 像七零零零儿童兵 像周光勇这样的战士 其实一直都没有少过 松户会战之后 中国就出现童子军战地服务团 当时明确规定 加入童子军的人 必须年满16周岁 但随着日寇侵华的脚步 越来越快 战争越来越残酷 无数胸怀抱国热血的儿童们 纷纷谎报年龄加入了战斗 更多时候 儿童团其实负责的是进行侦查 通信 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而当时抗日环境最复杂的山西 就出现过很多抗日小八路 1930年 刘世岳出生在山西省 晋中市渝社县的严良村 他的父亲刘和一 在长治市开了一家诊所 一家人就全部搬到了长治 当时的刘世岳不知道 自己的父亲 其实一直都在秘密收治 八路军伤员 而那间诊所 也是中共的地下情报站 但没多久 刘和一就将一家人送到了老家 等刘世岳长到八岁的时候 刘和一穿着一身八路军军装回来了 他开始在村里乡镇上 号召老百姓打鬼子 在刘和一带领战士们 出去进行宣传行动的时候 刘世岳就提着一桶白石灰 跟在父亲身后搞宣传 从那个时候开始 年纪轻轻的刘世岳就成了一名小八路 开始负责宣传工作 但这份工作也是危险的 一次他跟着宣传队 在左泉县附近的山村 展开宣传活动前 就遭到了日寇追杀 刘世岳因为年纪小 藏在羊肚子底下躲过了一劫 但他的母亲 婶婶 堂姐堂妹 以及村里几十口人 却都惨遭不幸 种种国仇家恨 让刘世岳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八路军 后来刘世岳入了党 成了一名战地医生 在山西的各个战场上 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而在山西这片 饱受日寇侵害的土地上 像刘世岳这样成为小八路的儿童 还有很多 1933年 一位名叫张志欣的孩子 出生在山西省新州市 静乐县的庄王沟村 抗日战争后 张志欣的家庭 瞬间就成了一个红色的抗日家庭 大哥二哥 那是正经的八路军战士 父亲是村长 母亲和姐姐都是父就会成员 1938年 日寇侵略的铁蹄 打到了庄王沟村 在这里 日寇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整个村子都被覆盖在 轰轰的炮火当中 无数老百姓哭喊着 往深山老林里跑 这些画面像是画一样 永远地刻在了 五岁的张志欣脑海里 日寇离开后 当地村民开始展开自救行动 积极组织民兵团和武装力量 并与八路军打配合 时常偷袭或埋伏路上经过的日寇 而目睹一切的儿童们 也自发组建了儿童团 开始凭借自己的灵活机动 以及对地形的熟悉程度 担当侦察兵和通讯员 年仅五岁的张志欣 就跟在村里十几岁的少年屁股后头 在村口站岗 他们手拿红鹰枪 严密地监视 每一个要进村的人 到了1945年 12岁的张志欣 晋升成为儿童团团长 一次 他在村口站岗的时候 发现一个衣着朴素 却没有带通行证的人 不让这人进 他还别笑脸 这让张志欣觉得很不对劲 和小伙伴一合计 就将人压到了保安员面前 几番文讯下来才知道 这人就是个汉奸 是给日本鬼子探路来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张志欣抄起一旁的棍子 就想抽上去 但却被保安员 以优待俘虏的话制止了 随后 保安员将汉奸绑了起来 交给儿童团看管 等到八路军一到 就把人交出去 在张志欣的眼中 充当小八路 是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也正是做这样的事情 才能让他有机会 抒发失去亲人和朋友的悲痛心情 后来 这些幸运活下来的小战士们 总是风轻云淡地 讲述自己经历的一切 但看到这些故事的后人们 却觉得悲痛万分 那该是一个怎样残忍的年代 才会让这些人 都没有枪高的儿童 承担了战争的苦难 让他们也决心守卫祖国 而同团的世纪越光辉 就越能体现那个年代的悲惨 如今的我们 必须要铭记历史 支持而后勇